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按照顺序答复大家的问题 第一位是山头李居寺 他问了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是说 我在三十新年全集里面 讲到冥阳两立 这如果对 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同学 预知实质 可以经常给做三十新年吗 预知实质的人 是否可以确定的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问题意思 大概是已经往生的 而且是预知实质的 已经往生的 给他做三十新年 好不好 实在讲呢 无论他是不是往生极乐世界 他已经走了的人 给他做三十新年 都是好事情 确实都是明阳两立 那么至于说预知实质 是不是确定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不一定 不一定 凡是预知实质的人 我们可以断定 他绝不得悟道 这个可以肯定 因为他来生 他生天 有预知实质 来生得人间大福报的 也有预知实质 所以预知实质 有些不是佛教徒 不相信佛法 也不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 那么这个事情 我在小时候就遇到过 我们家乡 有一位老太太 也是我们的亲戚 走的时候 预知实质 没有修过佛 那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也许他自己知道 我们不知道 这是决定是生到好地方 这个可以肯定 那么三世心念做的时候 要诚诚恳恳地做 恭恭敬敬地做 才能够名牙念力 如果有口无心 那鬼神找来之后 送不出去 那就比较麻烦了 你把他请来 你没有照顾周到 有时候会找你麻烦 这个要谨慎 这个要谨慎 一定要恭敬 要真诚 第二个问题 他说因为有具体需要 读诵某一部经 以读诵功德回向某人 圆满时 是否需要读 愿意慈功德 庄严佛建图 这个就是回向记 说要不要念这个回向记 要 回向记不是念的 念回向记 读回向记 没用处 要自己依照回向记发心 你自己有功德 回向那个人也得功德 这个就是名牙念力 决定要自己有利益 自己有多大的利益 对方得多大利益 如果我们念的人 有口无心 把这个念一遍 对方得不到功德 这个是一定的 它是相对的 我们自己真正照回向记 发心他的利益 第三个问题 弟子如果参加念佛法会 和三世西念的法会 以口头形式 在佛殿前 齐秦自己为累积 冤亲眷属 先祖随自己进入道场 没有立排位 是听经文法 受勤的这些祖先 远亲眷属 是否能进入道场 同受法医 完全看你自己的真诚心 你自己有真诚心 他可以来增加 心地不诚恳 就没办法 那个护法神不让他进来 所以一定是真诚心 至诚感通 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家居是供佛的供品 供养时可以过五吗 照规矩讲都不可以 不论是在家出家 供佛不可以过五 这个是礼貌 佛是过无不迟 你过无供养他 就没礼貌 第五个问题 他说他的小孩 有饥饿感 求医不能解除 应如何念佛回向 给孩子的冤情债主 才能解冤世界 这个意念是正确的 要很认真 跟这个冤情债主沟通 如果冤结不化解 双方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是深深深深的事情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道理 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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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的冤情债主是可以化解 只要我们用真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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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冤青木轨道》里面 比较喜欢《地藏经》《十三叶道经》 这他们很喜欢的 我们每天特别加念 在我们自己功课之外加念这部经典 你自己要预定 我给你念一百部 我给你念几十部 专门为他念 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第六个问题说 佛弟子在清明节祭祖扫墨时 拜土地也和孤魂也 时要用什么礼节 要不要下跪 这个佛弟子没有受过菩萨戒的 应当要跪拜 受过菩萨戒的呢 你就是菩萨了 鬼魂见到你他会先拜你了 不是你拜他了 但是受了菩萨戒要真正当菩萨才行 如果受了菩萨戒 菩萨戒做不到 有名无实 那鬼魂也瞧不起你 你是假菩萨 你不是真菩萨 所以即使是受了菩萨戒 在现在讲我们客观的环境来说 还是礼貌多一点比较好 中国艳语常讲 离多人不怪 后患是对大众 对大众 众多的众生 我们礼节越做到越好 第二位刘居士 这香港的 他有四个问题 他前面有一段话 我们念一念 他常说我们美人 世间众生皆是佛 至少皆有佛性 这是众生本性内居足的 所谓人之初性本善 现在因为迷了 产生障碍 所以堕落在不同程度的道路上 又听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菩萨戒众生们 其修行不会退转 不会退转 只是振长的慢 那么他有下面几个问题 这个要常常听见 尤其现在我们讲的花言这一段 里面讲的很多 可以帮助你化解这些疑问 第一个问题是 六道内的一切众生 全是业力和心性所变现的不同境界 那么他们第一个因 根本的因是什么来的 是佛 是菩萨 是从哪一道来的 这个问题不能细说 细说两个重点讲不完 那你要晓得的第一个因 你就多论眼镜 佛在论眼镜上讲得很清楚 你去念 念不懂不明白 多念 古人讲的都数千遍 其一字节 第二个问题 如果他们都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 修行不会退转 又没有罪业 为什么会往下堕落 一直产生千差万别的层次 这说明这些众生 不是从极乐世界来的 从极乐世界来的 都是成愿再来的菩萨 是来度化众生的 绝不会堕落 它不是从极乐世界来的 第三个 那一切众生是否在中间的天道来的 因为这样的心性才产生变化 有善业 有恶业 一直朝干不同的果报 没错 六道轮回 我们每个人都生过天 也都跺过地狱 只要是六道里的众生 这六道里哪一道都去过 而且佛在经典告诉我们 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 在三恶道的时间短 这个可以肯定 为什么呢 我们的卧习气比善习气要多要重 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我们能够相信 这个就不是第一个原因 这个是以后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佛在乐眼镜上讲得很透支 末后一个问题 常说佛师门中不堵无云之人 那么我们的罪 傲慢自私愚昧无知 佛菩萨一开始 为什么不把他给清除掉 只留有善的 没有恶的 就不会弄之如今种种痛苦的业绩果报 因为世人大多数 因为世人大多数应无知而犯罪 他们可能并不是故意的 你问的话没错 可是你也知道 佛师门中剥夺无缘之人 什么叫无缘呢 不接受嘛 佛教你不接受 佛讲的你不肯听嘛 这叫无缘 所以我们天天接触到佛法 是不是有缘呢 不见得 真正有缘呢 你在这一生决定得多 你在这一生没有成就 你跟佛天天见面也无缘 这个道理要懂啊 一个是不相信 一个是相信不肯一交锋心 这都叫无缘 不见得我们天天在佛堂 天天在读经 就以为我们就很有缘了 不见得 我们也是看到这种情形的 所以细心去观察了 去检讨啊 那是为什么过去 学佛的人 是在讲啊 得度的多 成就的多 现在学佛的人 成就为什么这么少 原因到底在哪里 从前的人 从前的人 有根 接受过基础的教育 现在的人没有 这个不能够小看 不能够疏忽 我们想想 佛教当年 这个世尊的这些弟子 世尊灭度之后 这个弟子向四面八方 来传教 并不是 学员到中国 注意要晓得 佛教到中国 是释迦摩尼佛灭度一千年 佛教才到中国 那这个距离太远了 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很慢 但是传到中国之后啊 佛教在中国就生根了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像个植物一样 一直到这边来 真的水土很好 很适合它 所以生根茁壮 开花结果 劣带修行成就的人 绝不比印度人少 只有比印度人多 没有比印度人少的 那这是什么原因 其他那些国家地区的时候 佛教统统都没有了 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说都已经衰微到极处 已经没有了 那么我们中国在这一百年 纵然在往上面推 还可以推到五十年 这一百五十年呢 中国佛教也在衰退 衰退到今天呢 好像也没有了 只有形式没有实质 也就是说 学佛的人很多 真正依教风心的人很少 佛法修学 基本的 这个修学的科目 诸位要知道 是十三叶道经啊 哪一个人 一十三叶道经来修 十三叶道 这个我讲得很清楚啊 是佛法的根啊 像盖大楼一样 是地基 基础啊 你没有基础 你这个楼就盖不成了 我们没有认真去学十三叶道 十三叶道经里面 讲得很透彻 这是佛自己说的 人天法 在六道里面 你能够得人身 你能够得天身 你将来能够往生天上 深温小尘 菩萨 一切佛法到无上菩提 都是以十善为根本 没有十善 一切佛法就没有了 没有根了嘛 那十善的根又是什么呢 十善的根是弟子规 弟子规 是家教啊 那不是学校教育 学校不上这个课程的 这个课程 以前没有课本的 怎么学的呢 父母教的 小孩出生的 三四个月 你看 他眼睛 他会看 耳朵 他会听 他已经在接受教育了 那叫杂根的教育 随父母 在小孩 虽然是婴孩 在孩子的面前 都不敢随便 一举一动 都要手里 为什么呢 教小孩 那个真正有爱心 明白人 教小孩的时间 还要提前 提前是怀孕的时候 就开始教了 怎么教法呢 你看看 你看看 文王的母亲 这历史上就记载 周文王的母亲 胎教啊 文王是从胎里就受教育啊 母亲怀孕的时候 眼不堪 卧色 就是不好的东西 不堪 不好的音声 不听 不好的话 不说 影响胎儿吗 中国人讲胎教 是有历史的 不是随便说的 周文王的母亲 就是怀孕啊 那么现在 谁懂得 现在哪个 做母亲的时候 能这样爱护 他的儿女 嘴人也定啊 自爱啊 才能够爱人 自己不知道自爱 那种法子 这叫迷惑颠倒啊 所以过去说佛了 他的家教都好 都受过 很好的家庭教育 所以他可以啊 那个实践业道 他很容易接受 很容易落实 我们现在对这个 为什么感觉到这么困难呢 我们家教失掉了 所以实践业道 就变成很困难 很不容易接受 而实践业道是梗 你看我们 这个尽宗 实在讲不仅是尽宗 只要是佛法 一切祝福 修行教人的方法 总的指导纲领 就是敬业散佛 佛讲得很清楚啊 这三条是三世祝福 敬业真因 三世祝福是过去 现在未来啊 你要想学佛的时候 你就要接受这个指导 那么三福三条 第一条 孝阳父母 奉死四长 慈心不杀 修十三业 你们想想这四句 前面两句 是不是第一次贵 后面两句 十三业道 根本的根本 基础的基础 你要不在这上认真努力修学 你学佛学一辈子 都不能成就 只可以说 在佛门里结个善愿 古德讲呢 一里而根永为道种 阿赖耶里头 种个佛的种子 这一生当中 不可能成就 这个要知道啊 所以地质归根 十三业道 是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要去大楼 先把地积做好 不能不在上 下功夫 道理在此地 这位是山头张居士问的 他有两个问题 学佛人念佛求真净土 为了心清静 多一丝不如少一丝 但慈悲性使上 对身边人的苦难 不能视而不见 袖手旁观 请问如何处理这种矛盾 这个里头没有矛盾 是你妄想分别执着 造成了矛盾 佛教我们 多一丝不如少一丝 修清尽心 你心里头不能有死 外面这些事情有没有呢 有 如果外面这些事情 都要放下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 不多一丝不如少一丝 何必到这个世界来实现 来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 这多丝吗 你看看大神教里头 佛怎么说的 佛说他这一丝那时候 从来没有讲过一举经 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 那是什么 人家心地清净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这才真正叫高明啊 这个真正叫放下了 所以放下主要记住 是放下妄想分别之主 不是把死都放下了 死都放下了 佛菩萨来到这儿干什么 他不叫多死 这个我们要懂得 绝对没矛盾 如果你心里放不下了 那就麻烦大了 你的心就不清净 清净心 绝对不爱繁杂的四兄 不放爱 离死无爱 死死无爱 这心才真真清净 第二个 他说 无作物事事奉日下 丈夫养情人 包二奶 且致命不悟 请问 学佛的太太如何做才如法 随他去吧 这不是神四吗 你不是更清净吗 他有人照顾了 你可以不必在照顾他 好好地念佛了吗 什么事都没有 你看 你也欢喜 他也欢喜 大家都欢喜吗 修佛人真的是这样 你看释迦牟尼佛 把什么都放下 那你说佛 连这个还放不下 可见的 希望极乐世界 也去不了 这个要放下 如果是天天为这个受气 那你的麻烦就大了 这个人心里都看不开 心里常常受气 对于身心 都造成严重障碍 那叫什么 那叫魔障 你的先生 给那个什么二奶 都是你的魔障 如果你突然放下了 那两个是菩萨 他到底是魔士 是佛 不在他 在自己一念 自己一念觉悟的时候 他是佛 他来帮助你的 成就你的清净心 你一念看不开始 那两个是魔 所以是这样 外面 佛讲得好 无佛 亦无魔 佛跟魔 都在你自己念头转变 一念觉 没有一个不是佛 一念谜 统统是魔 在救命之间 这位是泉州的黄居士 他特地从泉州来到香港 听法师讲经 法师常常告诫信众 为大家举行三规一事 是替大家证明 皈依三宝 佛法三高义 而不是皈依经后法师 这个正确 这个正确 那么他愿意参加这一次 举行的集体三规 皈依阿弥陀佛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在比较长时间 念阿弥陀佛时 换器是由大身转小身换器 还是一口气念完 换器比较如法 这个佛法里头没有定法 这个诸位要记住 佛法没有定法 那么再讲到深一层呢 就没有佛法 所以佛法的修行 完全随身自己 自己怎么样修 很舒服 很自在 就用什么方法 所以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不是一个法门 为什么呢 一定要适合自己 我们每个人跟心都不一样 自己能很适应的话 那你修得就很如 就是如法 你修得很舒服 很自在 没有障碍 如果一定要定什么法 你要跟他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具体在一起共修 那是要为了秩序 要有一定的速度 一样的神调 这种整齐 这种整齐 真正的目的 是杜中森 是那个帮助 还有很多没有学佛的人 听到这个声音很好听 这么整齐 他看到很羡慕 这是舞台上的表演 真正用功是自己个人 所以这个要知道 所以这种形式 佛家种种形式 仪归 都是借淫众生的 替释迦牟尼佛 拉信徒的 所以佛呢 佛不招生 佛从来没有劝人家 没有不招生 我们做弟子 也不可以到外面去 邀人来修佛 我们只做出一个好样子 让他看到羡慕 他跟得来 这就对了 所以佛们的这些仪归 目的在哪里 我们要清楚 第二个问题 他说 福建闽南风俗 父母过世后 子女为父母做功德 有的请道教 有的请法师 不知去世父母 能得功德福 能得到超度 这个问题呢 无论是佛教 道教 或其他宗教 语言里只有一个 这个超度的这个人呢 他要有真正修行功夫 他要没有功夫啊 照这个仪归去做啊 这个亡人的利益不懂 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这是一个总的原则 所以你要 请这个法师 或者请道师超度 你要细心观察 他有没有道痕 他自己修的怎么样 你要注意这一点 他真正有修持 那真理就有本子 他要没有修持 他要没有修持 只是照这个仪式去做啊 效果不大 但是一般讲呢 做笔不做好就是了 这是深圳的陈志寿 他说他年轻时候啊 好努力赚钱 他说我把几十年赚的钱 去产业了 都交个儿子 我是个修佛的母亲 想一切都看淡不计较 在家里有饭吃就可以 谁不知 丈夫和子女 他们对自己 读另有另也 我四四本分 可是他们以为 自己是一种负担 我想离开家庭 一心念福 但过得多少 还有一点家庭挂心 请法思开始 你要真正想通 家庭这些事情 统统放下 一心念福 你决定就会成就 你这个家庭里面 还多多少少有一点担心 放不下了 这就是你的魔障 你的障碍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当然国内有很多好的道场 我不晓得 我对于我们佛门接触比较少 很少接触 所以我现在只知道杭州东天沃山 念佛的风气很深 只要真正去念佛了 他们都可以受容 可以能够照顾你到往生 这很难得 你只要自己能彻底放下 在北方呢 长城有个不过心龙寺 常会法师的 情形也是这样的 他们念佛的方法虽然不一样 都是很如法 其他地方我相信一定有 但是我没有接触过 这是一位附近来的王同修 他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什么叫做潘元 潘元是你有意愿 有目的或者是为名 或者是为利 你想去做一桩什么事情 这是潘元 就是你要去找啊 那么佛法呢 佛叫我们随缘 随缘跟潘元不一样 随缘是别人来找你 那人家找到我们呢 我们看到人家有苦难需要帮忙了 不能不去帮助 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 这是随缘 如果随缘当中我们有目的 有名利夹杂在里面 也变成潘元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想象的 潘元心不清净 随缘心是清净 为别人做事 事情做好了 他有佛报 事情没有做好了 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了 功德愿马 所以 绝不妨碍自己的清净心 这个是随缘 与自己清净心有妨碍 这是潘元 第二是 利用神通修行正确吗 不正确 释迦摩尼佛 就禁止用神通做佛寺 为什么呢 如果以神通就是佛寺的话 妖魔鬼怪都有神通 那么换句话 佛跟魔你就不能辨别 佛菩萨确实有神通 他不用神通 他用教学 妖魔鬼怪不会教学 所以自自然然呢 这就区别出来了 佛与魔就区别出来了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是说佛菩萨没有这个能力 佛菩萨神通广大 可是怕众生 魔鬼混淆不能辨别 所以佛菩萨不用整 这个是我们要晓得的 第三 说佛菩萨会随时上身说话吗 不太可能 那这个我们要特别预防 现在这种事情在中国在外国很多 我都见过很多 所以听听有时候说的很有道理 一百句话 九十九句有道理 一句没有道理 那就是魔鬼 这个要很小心 很小心 要很冷静去辨别 但是有很多这些灵鬼 假借佛菩萨名义 来做一件好事 用这点小神通 小事情很灵 像给一般人治病这些例子 很灵 大事情他就胡说八道 他就骗人了 我们知道 清朝王国 是个很明显的例子 这是我老师告诉我的 张家大师告诉我的 他在清朝是过世的身份 清朝早年那些帝王都非常聪明 清晨的佛弟子 所以经常离秦 法师到宫廷里面去讲经说法 这是非常高明的 讲儒教 儒师到三家了 经常都宫廷那么一天不上阔的 到慈禧太后再把这个废除了 不听这些专家学者讲经说道 不听他听什么呢 他复乱 慈禧太后喜欢的嫁妻复乱 国家大师通通通在积坛上决定 他亡了 这个我们你看左传里面都有讲到 这是圣人所说的 这个国家将行 听于民 国家将亡 听于神 听归神 国家就会亡 听人民的时候 国家会先亡 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 因为我小时候对这个伏击 我看了很多 特别是在福建 我小时候在福建住了六年 那福建的伏击的时候 我很相信 因为伏乱的人不认识字 这是文盲 一般的时候 那个时候拉黄包车的 苦力 挑水的 卖菜的 去街头上找两个 一个人扶一边 居然在沙板上就会写字 他们不认识字 写的速度很慢 大概半个小时 可以写二三十个字 我们小孩站在旁边 都认识的 写的规规矩矩的 所以那个感觉奇怪 那以后我到台湾 台湾也有祭坛 他们邀请我去 我去参观过 专门有祭道 那个我就不太相信了 我去参观他们这个神讲坛的时候 我在那里看了一个多重点 一个字都看不出来 那个动得太快了 速度太快了 他口里头念念有词 别人在旁边记录 我感觉他很怀疑 所以我有一次就问张家大师这个事情 张家大师告诉我 他说这是灵魁附身 不是真正的佛菩萨 你看印光大师告诉我们 真正佛菩萨大概只有一次可以相信 就是救命妙心菩萨 西方确止这本书是浮乱浮出来的 他是那个可以信 里面讲的全是佛法 一句都没讲错 他是这个可以信 除这个之外 他都不可以相信 所以印族推崇西方确止 那么他们那些十二个人 跟着救命妙心菩萨来修行 故故有成就 他底下说 这里有一个真人真事 是一个三十岁的妇女病了多年 病症就是手绝无力 连碗筷都没办法提起 上街经常倒地不省人事 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他正常没病 又在半年前有个修行者 到他家后 看了他一眼 二十四小时后 他的病就好了 到现在他可以料理家务 跟正常人一样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佛度有缘人 这个人去看他一眼的时候 这不是普通人 那么说不定这个人是有修行功夫 说不定这个人到他家就看 那个时候佛菩萨加持 这种情形很多 佛菩萨加持 然后就走了 下一次再就没有了 这是什么 这是你跟佛菩萨有缘 到什么时候 他的胖孙 这个不是常思 这个是偶然有的事情 都有前因后果 过去生中有善根 这是迎口 杨居士 他问的有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有人说 这里是中国所有道场 唯一通向极乐世界的地方 是吗 这有人说是哪一个人说 我不知道 我相信我们自己这个地方 没有人敢说 为什么呢 我们道场人都不能往生了 都不一定能往生了 怎么可以敢说这个话呢 不过就是我们这个道场 确确实实是个专修净土的道场 那么能不能往生呢 就看你是不是真看了 你也不是真干的话 你去不了了 所以我这几年来 特别提倡基确的修学 基确修学就是经验三福 也就是弟子归根十三业道 首先我们修学习经验三福 要做一个善人 这是最重要的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在经上读的很多 都是诸上善人 我们修学习经验三福 那我们的心情不善 念佛念得再多 都没有办法感应 阿弥陀佛很慈悲 你不善 那你都是善人 你到极乐世界 你跟人家怎么相处 是不是天天跟人吵架 天天闹别扭 那不把歇路世界搞乱了 所以你去不了 弟子归根十三业道 没别的 就是帮助我们做一个善人 你看经上一打开 善男子善女人 那是有标准的 你这个是十三业道 整整做到 十三业道做到 弟子归就做到 弟子归做到了 十三业道未必做到 十三业道做到 弟子归一定做到 所以我们从弟子归上 点点基础 从弟子归再学十三业道 容易了吧 所以然后打开经典 善男子善女人 我在里头啊 你能收欢喜心啊 我们现在心情不善 念到善男子善女人 很惭愧啊 没有我的份啊 你怎么能去得了呢 这个很重要 那么我们相信 在中国通向极乐世界的地方 一定很多 绝对不是这个一个地方 第二我们来到某地 在佛法流通处的墙上 贴着这么一张纸写着 如护法不在 有人拿金者 视为偷盗 这里的金书是戒原品 为何用偷盗呢 这个偷盗也不是一件坏事 如果你是好心偷盗的时候 这个虽然是不善的这个方式啊 但是结果还是善的 你们想起这个道理 对不对的 多了凡事讯啊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有人好心 这个这个 这个是好心呢 但是做的事不如法 反而有过失 有不善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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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时候 你完全是看心跟心 在这个地方呢 才能够辨别是非的事 这个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 这个问题多度了凡事讯 自然就解决了 你比如说 我们讲这个 偷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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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书 有很多金书 流通量非常少 在市面上很缺乏 一般人根本看不到 就很容易失传了 那这样的时候 你问人家要人家当宝贝啊 他不肯给你 偷了行啊 偷了干什么 后来我们哪就翻印了 我们用个几千本几万本 大家都看到 好事情啊 看你是用着什么心呢 我们要流通 要保存 要叫一切众生多得利益 如果是为自己个人的利益 不顾别人的 那这就有罪了 那你为众生不为自己的话 你有功德了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入地狱想服啊 绝对不会受罪 因为你做的是好事嘛 你利益众生嘛 第三是几天来 我到洗手间 发现进来的人呢 用手帕 或咳嗽声 用手帕打 或咳嗽声 便问他们 你们进来 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他们说厕所里有森林 是告诉他们一下 让他们躲开 是这样 是 这个佛在借经里面说的 所以出家人 进这个洗手间 三坛指 在门上敲散一下 通知 这个里面 有无形的众生 我们看不见的 也许他们在里面 通知他们 让他们离开 这个是对 还是三坛之好 第四是 多年来 我有一个愿望 终没有办土 就是在家乡 办一个金钟道场 请法师名师 我如何办理 取什么样的名称或师 这个事情 不要问我 我不能给你解答 问当地宗教区 问当地佛教协会 他们会协助你 会帮助你 听说现在国内 如果办念佛堂 很容易批准 墨后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穿制服的工作 我们问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说 你好 我们刚来此地 不熟悉地方 请告诉我们 哪里有庙 我们去拜 好吗 他们回答说 阿弥陀佛 你们不知道 请告诉我们 到哪里去问 回答 阿弥陀佛 在这后头怎么没有了 这个后面 忘掉了 转后页 这个后头没有了 这个问题就问了一半 后面的时候不晓得 这位杨俊斯在不在 在 后面是什么 王先生我问他 他还说阿弥陀佛 后来我又问他 我说那我想问一下 厕所在哪里 他说还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都是阿弥陀佛 因为主马俩人 可能他听不懂你的话了 你可以另外再找一个人去问问 他应当要告诉你 这个应当要告诉你 从外面来的 对这些不清楚的 应当要告诉你 那么也可能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 这是修佛 常常到这边来 其他道场接触很少 真的不知道 也有这个可能 这位山头许同修问的 他是在光碟里面 看到一次谈话 说到在家居士 受了五戒 不疑 大一一死 他是心里还有一些 不解 不了解 第一个是在 佛教念诵集中 有一戒 是受居家二众 无戒一归里的一端 宋记说 善哉解脱一 这个不行 这个是有问题 这个大一夜 大这个慢一夜 在家居士大慢一夜 受菩萨戒才可以 受五戒没有 三规五戒没有一 可以穿海青 没有大一 这个 如果说是 他这个寇宋念诵文里面 那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 这个不可以 我们一定要看戒经 那么第二个问题 他说这个是 在念佛堂 制发器的在家 二众不可以 可以穿海青 一样翘发器 这个没有关系 甚至于做为诺都没有关系 在这个在家居士 可以翘发器 可以临终 没有受菩萨戒 不能大一 在家居士 身作讲经 没有受菩萨戒 也不能够大一 这个也一定要 要懂得 这个义士代表 这个佛陀的一种标志 学佛人是否要还酷钱 这是敏钱 这是 这个意思大概是 学佛的人是不是还要到阴朝地府里去存一笔钱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你有这种心 你就立不开过轨道了 这是轨道的事情 常常跟鬼打交道 那当然你就会到轨道去了 所以这个用不住 不需要 念佛的人一定要念佛 要有信心 能不能往生进土 决定在信心 这个时间 我这个里头电池大概没有了 一片空闻 我们时间到六点 好 这位是香港的郑同学 他有两个问题 他说我有几位同学 有些家亲并未痛苦 亲人发心 为病苦者松地赞经 或者是念佛 甚至于再请法师座三世新年 超度病苦的祖先及冤心债主 祈求苦难者在福利加持下 早日地苦得乐 弟子爷借助法会 祭云借淫 为借助佛学者或是初学者 来参加听经文法 目的也是让大家共同学习 众善因这样做可以吗 这样做很好 这个家亲业障中 遇到这些病苦的事情 佛法里常说 佛事门中又求病 你求这个病危的人 转安 不是做不到 而是我们自己求的人 不如理不如法 求就没有感应了 所以求要明理 要懂得道理 要懂得方法 最好的榜样 地藏经上的婆罗门女 光木女 跟我们做的最好的样子 他们的亲人 都悟到啊 这个悟到是很不容易超出的 光木女的婆罗门女 这个女母亲是都订阅 她能把她超度到逃离天 光木女的母亲也是都悟到 她能把她帮助她 再得人生 靠什么 自己修行的功夫 你自己不是真修 你的家庭眷属得不到利益 这种事情啊 我在讲地藏经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呢 你以光木女做例子 光木女的母亲 如果是不多地狱 光木女就不会认真修行 她是用念方法的 念绝法定如来 一天一夜的念到一心不乱 这是成就啊 一心不乱就正果了 那么在我们看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 跟大臣教对比一下 他的一心不乱应当是四一心 不是离一心 四一心不乱就等于阿罗汉了 谁帮助他正安罗汉国的 他的母亲啊 所以他母亲有功德了 是这么个道理啊 女儿成了罗汉 罗汉的母亲 而且母亲确实帮助他正果 母亲要不遇到这个难 他就不会那么认真了 是孝心 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要帮助亲人 像光木女那样 那个感应不过四一 如果我们这是有口无心 没有认真去修行 不能转自己的境界 那这个力量就很薄弱 所以他这里就有道理 有很深的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 所以今天到哪里去找到 像光木女 婆罗门女这样的笑声 笑声儿女 那就行 那没有这种功夫的话 这个效果是有没那么显著 第二 请问在家人见到年老 甚至于需要卸足的法师 可以扶着法师的手吗 有些同学说 无论情况之下 都不可以触摸到法师的身体 前老法师开始 小臣决定不可以 大臣可以 小臣 你想想泰国 纵然他病危了 这个女子都不能碰 为什么呢 他烦心内脱 怕他动念了 他一动念头 他就堕落了 大臣教里面 大臣是修菩萨 所以在戒律精神上 不一样 小臣的戒 论死不论心 大臣戒 论心不论死 大臣戒比小臣戒 难吃啊 你比如这个 想不杀生 小臣戒里面 确确实实 没有去杀害众生 但是心里起个念头 讨厌他 我希望他死 不犯戒 不否计 这大臣戒就不行了 大臣戒说 你把他众生杀掉了 可是你没有念头杀他 也没问题 可是大臣戒里 你又动个念头 我要想害他 你就犯了啥戒 大臣戒比小臣戒 难啊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出家人 到底是大臣是小臣 我看一臣也不臣 为什么呢 帝子归时尚也到 没做到吗 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出家人呢 就像智哲大师所说的 六戒佛里头 明字既佛 又名无始啊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出家人不学这么些 从前出家 难呢 很不容易 要经过考试 这个考试制度 顺治皇帝废弃 这应光大师在文超里面 很多次提到这件事情 感到非常遗憾 这是佛门的出家人素质 一落千丈 再从前要经过国家考试 最后要经过皇帝认同 你的德行 你的学问 可以做我的老师 所以出家人是帝王思 他同意了 才发度蝶给你 度蝶就是证书 你拿到度蝶 才可以出家 你没有度蝶 拿一个寺庙里头 帮你替度的犯法 所以这个制度是个好制度 现在制度已经废了 差不多四百多年了 废除了 那么现在什么人都可以出家 这个我们佛教形象 给这个社会造成负面形象 这是一个主要因素 所以我们既然发心出家了 就要好好认真学 一定不能够辜负释迦牟尼佛 学佛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跟谁学呢 跟释迦牟尼佛学 这个就对了 我学佛那是没出家了 刚刚结束佛法 这是连分很好 认识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叫我看的第一部书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法治 这两种书都没有担心本 大藏经里没有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 到寺庙里把金 借来抄 大藏经不准带去的 在寺庙里面抄 每一个星期天就抄 就抄这个书 你要说佛 你首先要对释迦牟尼佛要认识 要了解 然后你才真正的尊敬他 佩服他 他真的是十几位人 那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向他学习 你看他自己实现成道之后 就从事与教学 所以从释迦一生 行持上来看 我常常讲他不是宗教 他是教育 跟空老父子一样 空老父子教学 实在讲是被逼不得 父子一生 周游列国就是想求一个一官半职 想别的人能够用他 他做个宰相 做个大厅 好施展他的抱负 周游列国那么多年 没有人该用他 所以这不得已 再回到家乡教学 回到家乡六十八岁了 他七十三岁过世的 所以夫子教学 只教了五年 五年成为万事思表 孔子连做梦也没想到 他真的要是做官了 他在中国历史上 顶多像周公 管仲 诸葛亮 这样的人分 不会成为万事思表 所以我说 这个他是没想到的 后世这么多人尊敬他 他没想到 要想到的时候 就不要周游列国 早一点教授 可是圣迦牟尼佛呢 那就是很聪明 三十岁 你看王位 他舍弃了 荣华富贵 他舍弃了 他就搞 现在的话就是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 他教了四十九年 孔子教五年 佛教了四十九年 那成就的学生 当然没有一个人 能跟释迦牟尼佛相比 孔夫子 这个入门的弟子 真正得法的弟子 七十二个人 释迦牟尼佛 我们在经上 你看常常看见的 那都是得到 真阿罗汉国的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那菩萨众还不算 还没有包括在里头 这是将真阿罗汉国的 有成就点 我们在基督教里面看到 耶稣真正是 算是他的入室弟子 得到门徒十二个人 哪一个宗教里头 都是教学 但是成就可以说最辉煌 时间最长 成就人最多的 没有超过释迦牟尼佛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 从此一生搞教育工作的人很多 没有一个人能够跟孔子相比 孔子教学时间不长 成就的人都 他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 七十二给成就的人 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无论在家出家 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那么求生西方净土 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 那么我们遵守 遵从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认真努力修这个法门 修这个法门是最大的佛报 最大的佛报 是 你这一生真的成佛 就是挣到最高的国位 凡夫一生挣这么高的国位 你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悦智菩萨 阿维悦智 原教七弟以上 这个地位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要各外的珍惜 但是基础的教育一定做好 你才能往生 基础教育没做好的话 对往生就没把握了 所以这个基础一定是奠定在 净业散伏上 净业散伏是我们最高指导的原则 三句 三条是一句 每一句四个字 总共四十四个字 这是我们 这个修学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要以这个为基础 那么这个基础 头一条就是落实在 十三业道 底子归什么 你没有第一条 就不会有第二条 没有第二条 哪里会有第三条 这是我们 一定要认识清楚 那么所以对这个 这个在家 女同修 对这个法师 帮助的情况之下 一个字他有重病 需要扶持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是年年衰老 八九十的老法师 没有问题 这是从香港上学来的陈志思 那么他说 他吃素 读《无量寿经》 念佛呢 有几年了 照《无量寿经》内容 跟所讲的未细地骗 真实去做 真是有求必应 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 请法子指示 念《无量寿经》的时候 有一阵阵的香味 念佛中 想睡的时候 有一阵光照 又在念 不断都是这样 多谢 老法师指示 那么这个您念佛 大概一般促习的人 功夫得力了 都有感应 但是不要生欢喜心 生欢喜心 你就照目了 这个感应是正常的 见到光 闻到异香 这个香是您一生 从来没有闻过的 那么这种情形 我们促学佛的时候 都有 也有很多事 我们勤教老法师 老法师告诉我们 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 念佛 拜佛的时候 或者是讨论佛法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天人 从这里经过 他看到你们在论正道 他会或者赞叹 在这里停一下 他身上有一香 多半是天人 对你起恭敬些 所以这是常有的事情 由于没有都不要放在心上 有很多人说 我从前喊到 现在都没有了 是不是退心了 那倒不一定 如果这个事情常常有 那就不好了 常常有 那就是母 偶尔有 这是这个 不能常有 那么他有一个妹妹 29岁没有结婚 做工 要找适合自己才做 不理想就不去做 每一天睡到11点12点 很懒做工 同他讲做人的道理 他说知道了 可是改不了 十年八年呢 都要给他住俗 请问法师 我再帮助他 是有罪或者是无罪 这不是有罪无罪 这些都是你欠他的 还完了 他就不找你了 所以这一家人呢 都是有缘人 佛都讲得很清楚 一个家庭呢 父子兄弟姐妹 四中缘呢 报恩报怨 讨债还债 如果没有这个关系 不可能就变成一家人 所以修佛的人就很清楚 心地很近 一看清醒就晓得 他是报恩来的 是报怨来的 报怨是天天吵架 都没有好脸色看 那么像这种清醒的时候 讨债 你都要还债他 如果他是还债的话 他赚钱天天供养你 他来还你 这是你欠他的 所以这个事不是有罪无罪 你要常常做很好的榜样 给他看 帮助他求 帮助他回头 这些事情呢 是要有时间的 要有很长的耐心 他现在的语言还不成熟 还要更认真努力去帮助他 有的时候到十几年 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才回头 所以你要很有耐心 说大陆界面有很多神经病者 没衣服穿 头发很长 他说我有时 有时间呢 好想去帮助他们 减罚传衣 有居士就说 十走不如一尽 这样算不算攀缘 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 这个中国的法律 有没有这个规定 你说在美国 我们遇到这个 不敢碰他 碰他 他一赖住你的时候 他告状说 你侵犯他的时候 要求你赔偿 那个事情可真麻烦 所以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想帮助他 在美国的时候 你就要报警察 由警察来处理 来协助他 我们自己最好不要碰他 那么中国大陆的法律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能够给警察台管这个事情 还有一些慈善机构 他们没有看到的 我们看到可以转告他 希望他们出面来帮助 这是正确的方法 这是来自内蒙古的 王同修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他的公司主要经营一个国家 4A级的沙漠旅游区 其中有餐饮服务 经常以蒙古特色肉食提供客人 老法师也讲过 学佛人最好不要经营这种行业 可是这个景区如果不提供餐饮服务 客人吃午饭就很困难 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只好决定把经营 肉食所得的利益全部布施 于佛教和慈善事业 请问法师这样做可以吗 可以 这样做可以 所以是这个环境 我们不能改变 我们心地善良 我们把这个所得的利益的时候 来做一些好事 拿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 这样就好 那么像这些金银餐饮 最好是不杀僧 自己不杀僧 能够买得到市场买得到这些肉食 佛法里面讲的三斤肉 你没有看到啥 没有听到啥 不为我杀 这样就好 如果不得已 一定要自己杀 那么你去学伊斯兰教 你看伊斯兰教宰啥畜生 他不是一般信徒 阿弘 就是他们的修行人 他在宰杀出生之前 一定送经念咒 回向给他 劝他了 学生 到好的地方去投身 给他祝愿 这个心就很难得了 那么杀的时候 一定是一刀比命 让他少受痛苦 这都是慈悲 所以回教祖 你一般的时候这个肉食他不敢吃 他一定吃阿弘仔 他有这个道理在啊 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总是对出生有爱心 有慈悲心 在不得已的时候 这个身总归是要坏的嘛 你给他商量的时候 他在不得已情形之下 他也愿意同意啊 学生 他到好地方去 所以这里都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你再 以这个赚的钱 给他回向 给这些众生都回向 第二呢 他说 我觉得没有智慧的人 有了钱是灾难 我虽然没有多少钱 但是我听老法师的教诲 所以我愿意 并随缘不失 如印金 印佛像 塑佛像 放生 这个病人治病 救灾 但有时候也 不由的起烦恼 比如给人家治病 没去治病 帮人家修行 又看不到真修行人 有时候啊 也受骗 我当还债相 总的来说 我觉得自己没有智慧 请问老法师 我以后啊 印金光盘 佛像 放生 为主 可以吗 没有智慧 要学智慧 这个吃亏上当 是上学 交学费 你吃一次亏 你在人家学了不少东西 被人骗过的时候 我晓得 这个世界有种种 哪些骗人的方式 手段 你就知道了 知道就开智慧了 所以那个学费 也交了 也值得了 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 总而言之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这个重要 这位深圳的王居士 他带他的朋友 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 妻子知道丈夫在外面 找女人想离婚 也曾试过看对方的好处 但不能平静内心的矛盾 至今丈夫不能转变 维持表面 虚有的家 以不必要 该如何走出困境 你去听那个 蔡黎旭讲的弟子规 他讲到这个例子 离婚绝对不是好事情 希望的时候 要认真好好的来学习 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善人 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活目 为什么呢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层的组织 我们把整个社会 比喻做个人生 家庭是身体的细胞 如果这个细胞都坏了 坏得太多了 人就不能活了 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 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哪里 我就觉得离婚率太高 造成整个社会的动乱 你要不要不应过责任 你这个夫妻两个人 吵架小事情 你把天下吵翻了 你叫这么多人 即使一人都在那受罪 你的罪就重了 没人想到的 这是事实 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 结婚就要深重 这不是儿戏 所以中国故事古理 结婚非常隆重 为什么呢 告诉你 这是人生最大的一桩事情 家庭能不能兴旺 细于这桩事情 乃至于 国家的兴衰 也细于这桩事情 太大了 这事情了 孟夫子说得好 行有不得了 翻求助击 你不要去怪对方 要自己检讨 为什么会有今天 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认真努力改进 才能够把这个事情 圆满解决 要真正求智慧 要真正 是做个好人 做个善人 做个真正 有智慧 有德行的人 这个先生 纵然是冤亲戴主 也要把冤亲戴主 要化解 转怨为情 转迷为悟 转不善为至善 你要去转环境 从哪里转 从自己本身转 不是从外境转 自己心转了 身心都转了 环境都会随你转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一切要从自己本身 去做起 绝不是说 离婚 离婚会很痛苦 如果有儿女的话 那你的罪货就更重 你看今天全世界 犯罪率最高 你去调查一下 都是单亲的责任 你要不要承担这个后果 要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第二个问题 环游一个朋友的丈夫 把女人带回来 让妻子给她烧饭吃 烧不如意 就全脚像家 妻子带着小孩 常常哭到半夜 这样的婚姻该忍到什么时候 照人相劝 也无有转机 妻子还是带着孩子走 孩子上中学了 还是等着冤冤相报 了结了才能走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孙孙世世 这也是 他对你这样的 来世你会加倍的对他 这是冤冤相报 彼此双方的痛苦 一定要用智慧化解 所以佛家讲 戒定慧三学 戒定慧三学 学好了 这些问题全都没有了 这个幸福很不容易 你对佛菩萨 圣贤人的教诲 要真正相信 要真正学习 才能够化解问题 化解问题一定是从本身 由本身就能化解家庭 才能化解邻里相当 这一位巨师 他用的妙音 他的问题 他说 我是一个在家居士 详情大肆慈悲开示 大概两年前 我家来了很多蟑融 到处都是 甚至于爬到桌上 以至于小孩 也不知去年轻达的 也不知去向 但是家里从此就没有蟑螂了 而后不久 而后不久我就怀上一个小孩 不过小孩生下来很健康也很聪明 但对蟑螂事件我就一直心存愧疚 我觉得我没有慈悲 没有定力 没有智慧 一致内心 一致不安 我想请问法师 是不是前世 我指使过人 杀蟑螂 所以今世才有这种业貌 另外这件事情对我小孩有没有影响 人在世间 凡事都不出于因果的定理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纵然对这些小动物 为什么人家有感应 我们没有感应 这原因在哪里 诚信 没有感应 我们那个诚意不够啊 大概到 百分之八十九十的诚意 就能感动 我们这个诚意 才有个三分五分 这不能感动啊 真诚的爱心 我们同学当中 学这个方法的人 很多都有感应 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所以还是要回过头来问自己 我们要认真 我们要认真 努力去分析 用真诚心跟这些小动物 沟通 尤其是这些小动物来太多了 那一夜杀的时候杀太多 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我们要认真诚意不认真 我们对小动物要尊重 要尊重他了 我们对他 尊重他对我们尊重 我们对他敬爱 他对我们也敬爱 我们对于蚂蚁 蚊虫苍蝇蟑螂 我们跟他沟通 都说诚诚恳恳 像对佛菩萨一样 获掌礼敬 称他菩萨 蟑螂菩萨 蚂蚁菩萨 听话 不能用轻慢心 我们跟他沟通之后 然后回避 一两个小时 他一定都走了 他都散掉了 所以跟对人一样 要尊重 不能够轻慢 不能够无礼 也不能够威胁药下 这不可以 要很尊重 他们到这边来 当然有很多都是找食物 我们把食物放在院子里 放在户外 供养他们 会合作的 一切众生都有灵性 佛说一切众生都有佛心 一定要用真诚恳切 你才能感动这些小动物 那么在过去 我们不懂这个道理 伤害了他们 我们常常忏悔 我们自己送金念佛 给他回下 我们这个佛堂里面 都供养着小畜生的牌位 你们仔细去看看 你就想到 我们天天不忘记他们 我们天天感谢他 给我们的合作 这位香港黄居士问 他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在外吃东西 如汤里面有肉 请问这样是否犯杀戒 如果你是佛弟子 你就学古大的 像这个六祖惠南大司 吃肉变菜吧 你把那个肉夹出来就好了 不要吃它吧 这个就如法了 不要看到了这些肉 又想起吃肉了 那你是错了吗 第二是 以受菩萨戒 是否下一身 能得救德文佛法 可得人身 菩萨戒要受持 你才能得到 如果受了菩萨戒 就能够得到 没这个道理 那这是骗人的 这个在理上讲不通 真做到了 真做到了 那你就是菩萨了 菩萨应该做的 哪些事情 你都做到了 你要记住 这在家同修 这在家同修 菩萨戒一定建立在 无戒实善的基础上 无戒实善没做到 菩萨戒是假的 怎么做都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地自规跟这个 世善业道比什么都重要 这像盖楼房一样 菩萨戒是第三层 你下层两层都没有 你第三层怎么盖 第三 惊人 惊身非常善良孝顺 善良孝顺 夜暴现前遇到意外 死后连遗体都找不到 这是否过去身中 煞业中 如何帮忙忘得 确实过去身中造的业重 所以他才遇到这个狠死 我们可以帮助他 我们念经拜佛 把自己所修学的功德 回向给他 这样帮助他能够得到好处 这位是泉州的沈居寺 他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初学佛 不知口服自称莫学 莫学是个谦虚科技化 可以 在泉州海边 有一座硅物 大概是个 是指师徒两位的三宝殿小法师 众口称赞了大师傅 称赞大师傅不高兴 对莫学家 我劝他有的不懂事 有好师傅才能叫出好徒弟 实际呢 我也觉得 师傅也不够 受当如法 受当如法 性情急躁讲话伤人 我不敢说实话批评他 一年多过去 多信众议论大师 纷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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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言是非 纷纷传言是非 劝他们不要互相 不上事做佛事义工 我也不知 怎样做如法 阿弥陀佛 凡事随缘而不攀缘就好 如果这个道场如法 我们热心去护持 他要不如法 我们劝导他 劝导不听 过人有过人的因缘 过人有过人的因果 我们对他已经尽到义务了 已经帮到忙 那就是佛所讲的了 佛度有缘人 他们有缘 那我们留意 什么人跟他有缘 让他去劝 他喜欢听哪个人的话 让他去劝 也许能够受到效果 第二个问题 他说我有缘 看到老法师的开诗 佛学于人生 我坚定学佛的信心 从此坚持戒杀 但对某些害虫不杀有疑问 后来听老法师 在开诗时说到 蚊子戏谑 他是讨吃 没有死罪 我真想不通 你慢慢地想就通了 蚊子来盯我们 他饿了吗 他想吃饭吗 我们要是慈悲一点呢 供养他一顿 他并不该死 如果不愿意供养 不得赶走就好了 后面要杀他 其实蚊子来吃一顿的时候 也可以很合作 我们有很多 几位同修都知道 都很有感应 蚊子来摇 不要摇脸上 摇脸上很难看 手背上可以供养你 不要在脸上听话 再一个说 摇了之后又痛又痒 知道 你一摇可以吃 要叫我不痛不痒 都可以做到嘛 很合作啊 你慢慢想就通了 确实他可以跟我们合作 第三个问题是 要比蚊子人类更残忍 本来不该杀的动物 都杀了享受 希望努力做一个好的佛弟子 应该具备的行为 不要造身口意中罪 至今没有能做好 在家乡关心我的法师 劝我皈依三宝 我都不敢 得知老法师到香港来 特地赶到这个地方来 听经 老法师告诉大家 举行三皈依 不是皈依老法师 是为大家证明 皈依三宝不发生 这些你都懂得了 董哥这边如果有这个仪式的话 你就可以参加 这个皈依三宝以后 一定要依照这个经教里面的理论方法 我们确确实实可以改造命运 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佛师门中有求必应 这一次讲这个华严经正好讲到复田甚深 这一大段的时候确实让我们知道怎样种复田 希望大家要用心去听 那么这个复田甚深 这个说法甚深 教化甚深都可以单独流通 我们这边从长住的时候可以单独流通 这些都是我们学佛人迫切需要的 我们怎样修佛 怎样真正把佛门这一句话 有求必应能够落实 时间到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复田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彩挺平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